三支区三生步道及野荫终于盛开 而目前花矿约开七到八成 而区公所目前脸书官网也会不定时的更新花矿 也欢迎民众随时留意把握最近的盛开花矿 从三月中一直备受期待的三支区三生步道荫花盛开 在上周清明廉价好天气的催化之下终于盛开了 目前三生步道及野荫花开约七到八成 而区公所表示目前脸书官网还会不定时的更新花矿 欢迎民众随时留意把握最近盛开花矿到三支区赏花渐行 在我们清明节的廉价这段期间因为都是高温的情况下 我们在三生步道的集野荫目前已经盛开了大概到七八成左右 那在我们的北九县其实有一排集野荫目前也在盛开当中 那很欢迎大家能够最近来到三支能够来赏营 那我们公所的粉丝团也会不定期的提供 就是现在的花矿来给大家参考 那大家都可以上我们去公所的粉丝团来做确认花矿 三支区种植的樱花面积相当大 台九线上也有一整排的集野荫绽放中 而来到三生步道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桥头的两棵樱花树 只要盛开就是民众争相抢派的目标 一定要站在桥上向后拍到这两株盛开的粉色集野荫才不需此行 我们三生步道沿线在大坑溪两公里 我们种了将近四百株的集野荫 那目前终于开始等到花矿已经盛开了 欢迎我们所有的乡亲好朋友都能够呼朋迎伴一起来 我们三生步道来赏鹰一起来践行 美丽的花矿还要搭配三生步道旁的景色 顺着大坑溪盼散步践行 可以一览三支区的不同面貌 有些樱花盛开 还有些含苞待放 还想要一堵粉色浪漫花景的民众 可千万要把握这两周的最后花期 趁着集野樱花盛开 规划一趟赏花践行 亦有三支 记得到平函三支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赏花践行